嗨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奇幻电影《卖笑的蒂姆》 自由桑姆的蒂姆虽然和父亲过着艰苦的生活 但她却拥有独一无二的笑容 而正是这灿烂的笑容 也帮父子俩在灰暗的生活中保留了一丝温暖 除了与面包房老板的女儿艾莎一起玩耍 蒂姆最喜欢的便是和父亲一起去马场独马 对于她而言 这是父子俩最幸福的美妙时刻 但蒂姆的父亲很快迎娶了一个带孩子的女人 这个面容严肃的蒂姆不仅禁止父亲赌马 还带着自己的孩子欧文私下欺负蒂姆 为了家庭的和睦 蒂姆从不找父亲抱怨 即便是艾莎问起 她也总是一笑而过 可天有不测纷纭 蒂姆的父亲在工地因一场意外去世 蒂姆悲痛之下逃离葬礼 并跑到了热闹的赛马场 回忆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在人群吸壤的赛场外 蒂姆捡到了五分钱 而她刚把钱握在手中 便被一个戴着墨镜的绅士堵在路上 虽然她并不认识这个男人 但男人自称是蒂姆父亲的朋友 并给她指出了下注的马匹名称 半信半疑的蒂姆按照男人的指点下注 结果真的赢得了大笔赌金 可她还没来得及高兴 赢得的所有赌资便被守在马场外的骗子骗走 就在她准备离开马场时 墨镜男人再次拦下了她 对方不仅帮蒂姆认清了骗子的诡计 还再次为她提供了五分钱的赌资 并约好了第二天下午的见面时间 拿到钱的蒂姆不敢怠慢 她在次日完成蒂姆交代的任务后 便不顾一切地赶到了马场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蒂姆竟然在等待中沉沉睡去 而之前骗她钱的骗子 也趁机拿走了她仅有的五分钱 所以在男人出现时蒂姆已经一无所有 但男人还是给出了新的提议 她表示愿意用粉赌逼赢的超能力 交换蒂姆的笑容 如果蒂姆中途输了赌局 那么蒂姆就可以拿回笑容 虽然蒂姆不太相信男人的说辞 但在巨额赌资的诱惑下 她还是在男人提供的协议上签了字 而蒂姆并不知道 这个墨镜男人其实是来自地狱的魔鬼 她签下的那份协议便是无法更改的魔鬼条款 失去笑容的蒂姆果然再次赢到了一大笔钱 可随着笑容的消失 她的生活也似乎闷上了一层阴影 最先发现她异常的便是艾莎 因为之前蒂姆总是会在影院内哈哈大笑 但现在的蒂姆却只能发出可怕的干咳声 由于蒂姆表示自己的钱是通过打劫一员而来 这样单纯的艾莎信以为真 她随即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在面包房的客人正好听到了这一切 蒂姆打劫一员的谣言也很快传遍了小镇 幸好艾莎的母亲问过了警局 才帮蒂姆澄清了误会 而艾莎的无心之举 也让两个小伙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起来 另一边得到笑容的魔鬼十分兴奋 她立刻安排自己的手下 跟两个曾经骗走蒂姆赌资的骗子继续监视蒂姆 而为了隐藏身份 她又将喋喋不休的手下变成了老鼠 而此时失去快乐的蒂姆迷上了与人打赌 她不仅在学校战无不慎 更是让继母在马场上赢到了很多钱 但即便如此 她的朋友还是越来越少 她也没能再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蒂姆深知 继母对自己的喜爱全部建立在高额的赌金上 所以她更加想念离世的父亲 而在她失忆之时 她竟然无意间走到了父亲身前 一直想带她前往的奢华酒店 并被在门口抽烟的酒保拦下 原来这个酒保非常喜欢马 她早就关注起了粉赌必赢的蒂姆 于是她想趁机和蒂姆交流一下对于马匹的知识 可她很快发现蒂姆除了擅长打赌 对赛马根本没有研究 而在酒保的招待下 蒂姆则饱餐了一顿 并利用赌博赢得了在酒店工作的机会 当晚蒂姆做了一个阴森离奇的梦 她呼唤着墨镜男人的名字 希望对方可以归还自己的笑容 可她最后得到的却只有空旷与静谜 第二天蒂姆在留下一张纸条后 便收拾行囊搬往酒店 在路过面包房时 艾莎将她来了下来 原来为了向蒂姆道歉 她曾经将自己精心制作的蛋糕送到了蒂姆家 她原本想要询问蒂姆有没有收到道歉蛋糕 但由于天生残疾 胆怯的艾莎并没有说出口 而蒂姆也不知道 那个道歉蛋糕其实被哥哥欧文偷吃 两人各自怀揣着心事 最终只能匆匆别过 而面对伤心的艾莎 再次出现的魔鬼表示 愿意为她治好残疾的双腿 这样艾莎根本无法拒绝 另一边 蒂姆在前往酒店之前 去了专为侍者雕刻墓碑的商店 而在赌约的魔力下 她终于为父亲弄到了一个华丽的墓碑雕像 接着她又去马场寻找 一直在这里徘徊的墨镜男人 可似乎除了她自己 没人知道那个男人在哪里 而赶到酒店后 蒂姆无意间救下了两只老鼠 这样两个原本跟踪她的魔鬼手下 开始动摇了起来 为了换回笑容 蒂姆利用和酒宝打赌的机会找来了魔鬼 虽然她遭到了魔鬼的拒绝 但她却发现魔鬼的双眼竟然有些似曾相识 而为了向同行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 魔鬼准备在这次聚会上 发表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 在此之前 她着重叮嘱两个手下看好蒂姆 可贪食的两人却留在了酒店 导致蒂姆趁乱逃跑 跑出酒店的蒂姆找到了艾莎 发现艾莎的确和魔鬼达成了协议 两人的双眼已经进行了交换 于是她逼迫艾莎和自己打赌 并表示她可以拿回艾莎的双眼 而随着她的干预 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 正在演讲的魔鬼也发现了异常 在得知两名手下跟丢了蒂姆后 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协议即将失效 果不其然 不明就里的艾莎虽然抗拒 但出于对蒂姆的信任 她还是完成了赌约 在蒂姆的帮助下 艾莎重新拿回了美丽的双眼 蒂姆的成功让魔鬼失去了 可以在阳光下使用的双眼 她只能再次戴上了墨镜 虽然蒂姆无法向艾莎说明真相 但她却发自内心的为伙伴的健康喜悦 回到酒店后 蒂姆又忍不住和酒宝聊了起来 而通过一个个超乎寻常的赌约 酒宝发现了蒂姆粉赌必赢的诡异之处 蒂姆则随即将真相说了出来 善良的酒宝听闻则想出了一个方法 那就是让蒂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她认为这样的情况根本无法成真 输掉赌局的蒂姆也能以此拿回笑容 由于打完赌的两人并未发现异常 于是酒宝随即离开了蒂姆的房间 可酒宝是以援手的做法却惹恼了魔鬼 魔鬼直接出手让她陷入了昏迷 除此之外 正在熟睡的蒂姆突然被一群黑衣人带走 他们告诉蒂姆 魔鬼已经死去 继承财产的她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蒂姆一脸迷茫地被安排进了一个豪华的卧室 等她第二天醒来后却发现魔鬼还活在人世 并以另一个身份成为了蒂姆的合法监护人 接着魔鬼又利用诡计 让记者拍到了蒂姆假笑的场景 以此伪造了她生活幸福的假象 而随着和蒂姆交流的日益加深 魔鬼发现逐渐褪去善良的蒂姆 越来越适合继承她的位置 于是她开始将蒂姆作为她的继承人培养 为了实现这一邪恶目的 她要求蒂姆远离家人 抛弃朋友 而为了不让魔鬼怀疑 蒂姆只能假意配合她的命令 蒂姆先是利用恶劣的玩笑赶走了前来要前的蒂姆和兄弟 但她却在魔鬼痛下杀手之际 及时停止了对两人的惩罚 而为了不让艾莎牵扯其中 她又故意假装冷酷 不仅利用和艾莎的赌约让九宝恢复了健康 还很快赶走了艾莎 这样不知情的艾莎心碎不已 而随着邪恶力量的入侵 蒂姆的内心也逐渐被黑暗腐蚀 她发现自己渐渐成为了任由魔鬼摆布的玩偶 之后为了增加蒂姆的影响力 魔鬼借由蒂姆的名义举办了一次赛马比赛 可海报上的假笑却让艾莎忍不住去酒店找了酒保 两人聊过之后发现蒂姆并不是不想笑 而是在和魔鬼的交易中丢掉了宝贵的笑容 于是两人随即赶往了赛马场 并试图救回开始迷失自我的蒂姆 可此时的蒂姆越来越像冷酷的魔鬼 她看着台上笑容灿烂的孤儿们 便决定听从魔鬼的建议 夺走其中一个孩子的笑容据为己有 而这时魔鬼的两个手下发现了正在努力爬上看台的艾莎 虽然他们一开始想要阻止 但两人很快良心发现 因为他们知道魔鬼为了获得蒂姆的灵魂 先是害死了她的父亲 然后又破坏了她的友谊 于是他们终于决定帮助蒂姆逃脱魔鬼的控制 两人趁着魔鬼分神将蒂姆带离了看台 而在看台下的小屋子里 蒂姆见到了关心她的艾莎和酒保 起初被黑暗力量蒙蔽了双眼的蒂姆并不想搭理两人 可在艾莎与她熟悉的笑话中 蒂姆却再次恢复了意识 而随着艾莎的干预 天色大病之下魔鬼也突然出现 幸好在魔鬼阻止之前 蒂姆接受了艾莎的赌约 赌自己一定会笑 这让她最终摆脱了魔鬼的协议 并重新找回了被自己卖掉的笑容 失败的魔鬼原本想用眼泪变成的钻石迷惑众人 但蒂姆早就看穿了魔鬼的把戏 这样愤怒的魔鬼将两名手下变成老鼠后 便选择了离开 最终艾莎的母亲收养了蒂姆 并将两只老鼠养在了面包房 从老鼠的口中 他们得知了人类一发笑 魔鬼就变弱的真相 而蒂姆这才明白了笑容的巨大力量 一家人也从此过上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